消防队员与火神薄命跟时间抢命救灾 相关的器材设备完善就很重要 丰原中央狮子会C2区长期热心工艺 关注消防议题 听闻施钢分队有相关的器材需求 因此捐赠抢救破坏及通讯器材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救灾救护的能量 唐室消防局第二救灾救护大队长 从狮子会长手中接过捐赠器材 丰原中央狮子会C2区长期热心工艺 关注消防议题 听闻施钢分队有器材的相关需求 因此捐赠抢救破坏设备以及通讯器材 我们也得知呢 施钢分队呢 有相关消防器材的需求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呢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呢 来捐赠给我们这个施钢消防分队 他们所需要的这些消防器材 消防队员火神薄命跟时间抢命救灾 过去石钢分队切割器老就不合用 因此这次捐赠电动原盘切割机 可以立即启动高速转动 同时具有轻巧特性 能够快速的执行现场破坏铁门等任务 之前的切割器都是用那个用手发动的用油的 有时候可能比较笨重而且启动比较不方便 所以现在改用那个什么锂电池的电动切割器 这部分的话第一个比较轻巧 到时候到火灾现场的时候能够比较能够轻易的破坏一些 相关的一些例如铁窗铁门等等的部分 而且在或者是车祸就住的时候能够切割到一些 汽车的干板板金等等能够达到我们救灾的效果 这次也捐赠无线电外接麦克风 让救灾的现场指挥联络能够更加畅通 提升火场通讯效率 更可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灾害类型 需要能够透过这些器材的挹注 让这些打火弟兄能够迅速救灾 也能够保障自身安全 接着装饰停车 长安台中产报导